她是史上最强红发魔女 却被勒尸净体质折磨 发生任何事情都会感到悲伤 我上告发他哭 别人被嘎他哭 就连邻居家的狗男产死掉 都会让尼尔斯的心情蹦不住 甚至出门散个步 也被阴天伤到哭 在不着点事情中 恐怕就要抑郁致死了 不过毕竟是个大反派 麻烦总是会自己找上门 男主这不就到晚里来了 虽说长大后回答了自己 但这一世 养殖金毛犬好像也不错 在上一世中 尼尔斯被哄骗参与进教廷的永生计划 因此失去了所有亲人朋友 还遭到教廷永无止境地追杀 但在最后关头 他开启了一个废弃法阵 让自己回到了20年前 醒来第一件事 就诛了教廷九族 从此成为红发魔女 每天到点精力还算快了 怎料就有不长眼的细口 跑到他面前撒花 手里还拎着被小孩套着的锁链 壮汉是个训练官 专门负责训练死士扩充教廷军队 而那个小孩正式逃出来了 尼尔斯刚想出手 怎料小金毛却反手一个大逼宝 壮汉被打得措手不及 小金毛趁机起身 将其猛地扑倒 刚要刺下去 但奈何实力相差太大 还是被壮汉打飞出去 小金毛重伤摊倒在地 眼见壮汉还想继续 尼尔斯挡在面前 自顾自地分析着刚刚 若不是年纪上小 刚刚几乎完成了反杀 小说里有这般战斗天赋的 刚想到这 壮汉就不要命地搭上手 尼尔斯直接赏给他一只粉丝 爱吃的五股机转 壮汉顿时发出尖锐的暴鸣声 所有人都被吓得不敢出声 他甚至没看清女人用了什么武器 你是什么人 难不成 你是魔女 尼尔斯笑着回答 就算答对了也没有讲理哦 至于我是谁 你可以下去问撒旦 一个魔法电磁炮 让壮汉暴改空气人 雪白的黑发渐渐远红 杀爽了的魔女没感到任何爱童 取而代之的 是那仿佛要将他整个人吞没的死寂 此时一个男人叫做魔女大人 哀求他救救这个孩子 虽然素不相识 但他与自己的儿子年纪相仿 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实在不忍心见到同样的悲剧发生 尼尔斯将魔女的诅咒告诉他 碍于魔法脉络不同 他施展的一切魔法 对普通人来说都是不用 抱歉 男人哀痛地哭喊着 又来了 这名为无能为力的绝望感 小金毛强撑着起身 走到尼尔斯的身边 施展出圣骑士专有的治愈魔法 温软的柔光一点点渗入伤毛 很快小男孩恢复如初 渐渐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尼尔斯震惊地看向金毛 塔塔鲁斯培养出来的圣骑士 就只有那个男人 胸口上的印记 证实了他的猜行 哈维尔奥古斯塔 是近百年来叫停培养出来的最强战力 同时也是永生计划的监视者 上一世 就是他镇压了尤尼尔斯组织的反叛军 并最终杀死了这位魔女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威胁 扼杀在摇篮里 但死前的画面依然无法忘却 男人帮他抚平了眼 眼底没有一丝恨你 或许是单纯的鱼心不忍 那一刻他没能下得去世 你想要和我一起走吗 却不曾想紧要吼 他会成为自己人生中最大的麻烦 曾经的小鸡毛彻底成了喜欢听姐姐夸夸的大型犬 只要姐姐开心了 就会给他奖励 快看漫画可看全集 陈发魔女把自己变成了丑八怪 手上还拎着个鸡毛犬 明知是前世嘎了他的男主 他却依旧把男孩当宠物影 如今成了全国通缉犯 他们只好四处逃散 见鸡毛吃的狼吞虎咽 他走进询问 没人教过你怎么用餐剂吗 之后玉手足过发尾 下一名 八尺红发长过腰脊 他手把手地教着小鸡毛用叉子 男孩用姐姐教他的方法试了试 成功的瞬间不光眼神亮了 该毛都立正了 尼尔斯饶有兴趣地盯着他 你是真的不会说话吗 没得到任何回应 尼尔斯才想起来 小说中神殿为了控制这些孩子 会在他们身上种下魔应种 这种寄生兽会吞噬母体的无感 最终让他们成为没有自如 除了战斗以外 什么都不会去思考的完美兵器 现在即使拔出还来得及 但他实在不敢下手 要杀死魔应种 就必须用魔力流进他体内 万一自己一个不小心 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无奈之下 他只好召唤出其他生命 行刑马忙 别装死 一声令下 魔杖上的苦瓜领突然出现 吓得哈维尔都炸毛了 他如野兽般露出了眼 躲在桌角下嘶吼着 马忙是尼尔斯的半生魔杖 他们共同跨越了前世的诸多磨难 但马忙身上总散发着一股黑暗气息 尼尔斯本能地排斥他 之后将其封在了时空裂缝中 那么尼尔斯大人 有什么事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马忙的料理小课堂开课了 孩子老不说话 多半是肺热 把洗净包皮的蜥蜴切成拇指大小的条状 带油热后下入葱姜蒜爆香 大火翻炒直至表面金黄 加入质量盐糖胡椒粉翻炒变色 最后再小火慢吞 静等七七四十二个小时 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解药就做好了 小金毛缠得直流口水 只有尼尔斯粉能过来不对劲 你才这样做晚饭吗 马忙解释没错 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解药 只是话没说完 小金毛就一口下了毒 疼痛瞬间变步全身 啪了一声 他摔倒在地浑身抽搐 魔杖做出解释 疼痛是不可避免 驱除魔鹰虫的痛苦 一般人本就难以承受 尼尔斯气愤地摧毁了魔杖 这让他想起不好的回忆 曾经的自己被神殿囚禁 对他来说 疼痛早已变得麻木 所以只有他才明白 那种刻骨铭心的痛 尼尔斯用手安抚着男孩 没关系 我会替你分担这份痛苦的 哈维尔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尼尔斯却回忆最温柔的笑 他将男孩放在自己的腿上 别害怕 渐渐地男孩睡着了 等再次睁眼 竟发现自己躺在姐姐的怀里 突然害羞地从床上跳起来 听到自己的声音 他摸了摸带着疤痕的喉咙 嘴里不断发出奇怪的音定 终于确认自己能开口说话 听见痛苦的声音 他顺着声音看向姐姐 姐姐流着泪 顺着脸颊滑落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 替姐姐擦掉泪珠 紧周的眉头渐渐舒展开 哈维尔跟着笑了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着 那一晚 尼尔斯难得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 尼尔斯带着小金毛闲逛 他一边跟在姐姐身边 一边听着周围的声音发音练习 仅仅半天就掌握了大量词汇 就是发音还不是很准确 不过除了一句话 就是模拟姐姐的名字 只有在喊他的时候 才吐字无比清晰 小金毛拽着姐姐的衣角 让他不要烂跑 他提醒过好多遍 不要叫他尼尔斯 而是叫姐姐 可这小子油盐不尽 看来也得给他变个妆才行 尼尔斯突然察觉到危险 眼看着小金毛要被发狂的马探 他只好手心施展出魔力 但距离太远 碰得一声 哈维尔被一位女人护在身下 尼尔斯愣住了 现在这个世道 居然还有人会舍命去救一个陌生人吗 女人上下打量着男孩 生怕他受伤 你要是受伤了 我该怎么办呢 傻孩子 我是妈妈呀 剧情好像朝奇怪的方向展开了 快看漫画可看全集 金毛男主被红发魔女收养 可还没等养大 就冒出来个亲妈 原来女人患有精神障碍 他们的儿子在几个月前去世 小金毛长得和他们家斯威夫 小时候太像了 所以一时之间 女人又哭了起来 尼尔斯的泪失禁又开始了 一把抓起小金毛扔了过去 夫妻俩接过哈维尔 顿时止住了哭泣 尼尔斯大口喘着粗气 总算停住了 跟哈维尔单独相处的这段日子 一直没有哭泣过 他都快忘了 这具身体还有这个该死的毛病 死地不宜久留 他想着找借口离开 而夫妻俩已经开始了密谋 哈维尔喜欢见对不对 叔叔的工作室里还有好多 一起去看看吧 小金毛瞬间两眼冒金光 尼尔斯急忙制止 却反被夫人抓住 虽然很冒昧 但还是想问一下 你们的双亲呢 怎么没一起出来 尼尔斯似乎周了一个 我们是同一个孤儿院出来的 长这么大都没见过父母 夫人突然兴奋 太好了 必须到说错了话 赶忙解释太遗憾了 你们都失去了亲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要不要 做我们家的孩子 尼尔斯很意外 没想到这其中还包括她 夫人激动地捧着脸 有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儿 然后帮她盘发 是我一生的梦想 要试试看吗 尼尔斯本该拒绝的 但就是开不了口 就当找了个免费的理发师吧 最后乖乖散开了 鸡腰的红发 真好 如果我当年生的是个女儿的话 现在也应该有你这么大 生男还有什么用呢 一眨眼的功夫就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事业理想 抛下家人去寻梦 却最终落得这个下场 尼尔斯询问 是出了什么意外吗 夫人停顿一秒 与其里充斥着悲伤 她在教廷任职 为了抵抗魔女 牺牲了 快看漫画可看全体 他们不敢相信 领养的女儿 竟是杀害亲儿子的魔女 那一头红发 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魔障提醒尼尔斯 要小心那对夫妻 或许这一开始就是场阴谋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斩草出根 殊不知夫妻俩满脸洋溢着性 他们要给这对孤儿一个假 满大街陷入了恐慌之中 出大事了 魔女出现了 隔壁村杀死了一名军官 还掳走了一个孩子 夫人疑心地询问 那个被掳走的孩子具体特征 得知真相的她立刻回到家中 面对尼尔斯友善地问好 她业与往常没什么不同 我先来做饭吧 你们一定饿坏了 哈维尔却面色难看 只见夫人从背后抽出一把剪刀 她立马制止了对方 猛地咬住夫人手腕 等到下一秒被用魔术钉住 召唤魔法的瞬间 尼尔斯的黑发瞬间染红 亲眼见到这一幕 夫人彻底死心 尼尔斯躲过剪刀训斥 我不记得有准许你出手 哈维尔第一次反驳姐姐 可他们想杀了你 所以呢 你觉得我需要你来保护吗 别开玩笑 我可是无恶不做的魔女 她用剪刀抵住了夫人的喉咙 快看漫画可看全集 扶手接住子弹 用利刃对准养母的喉咙 史上最强红发魔女 终究还是留了情 她的唇边勾勒出一抹笑意 好似是故意让他们害怕自己 夫人呼唤孩子快过来 你被骗了 那是魔女 你知道她杀过多少人吗 别害怕 妈妈会保护你 尼尔斯顺水推舟 把哈维尔推到对方身边 她说的是事实 你被他们收养 可比跟着我要好太多了 哈维尔却不不阻拦奔她而去 从身后一把搂住姐姐 尼尔斯不懂 你本可以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整办 有挨着你的父母和光明的前途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跟着我受人厌恶和排挤 哈维尔抱得更紧了 这些他都不要 排挤也好 厌恶也好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尼尔斯凄凉地笑了 他早已习惯了自己一领 身后的夫妻俩却发生争执 夫人举起猎枪对准模拟 我绝不会再让你像当年杀死我儿子一样 继续伤害无辜的人 尼尔斯反问他 你儿子在教廷做什么样的工作 有没有害过人 你真的对此一无所知吗 亦或者 只是不愿意相信真相了 夫人的猎枪掉落在地 他一遍遍否认 不是这样的 维斯特不是这种人 你杀过那么多人 又怎么可能会把他放在心上 但他错了 尼尔斯记得 每一个死在他手里的人 他都记得 在维斯特迷流之际 嘴里还不断患着妈妈 在那之后 魔女焚烧了他的尸体 背负起所有罪孽 消失在了人世间 六年后 一帮小鬼争强起不熬 哥哥也受不了 罪魁祸首却在一旁笑着吹竹烟 众人骂他是悲伤红发魔女 却不相信他也曾拯救苍生 只是一味的无脑追杀 尼尔斯从此隐居山外 他所创造的魔法装置 有解控的哈维尔宣传 久而久之 追求者络绎不绝 哈维尔却每次都说 我要回去给姐姐做饭 怎料这次出了意外 忘记收修理费了 回家的途中 艾米丽拉拢一个小伙伴 姐弟二人来村子 也有个五六年了 但谁都没见过 他姐姐长什么样 所以女孩提议 一路跟到他家看看 梁小之立马开始行动 成功渡过独木桥后 来不及吹干又立马伪装 走了七七四十六天 终于到达目的地 发现门没关 两人就走了进去 楼上的声音渐渐清晰 两人尴尬地站在原地 发现异常的哈维尔回眸看去 你们怎么来了 二人姐是来给送修理费 女孩小心询问 刚刚你是在跟姐姐讲话吗 我们能见见她吗 哈维尔刚想拒绝 尼尔斯的声音就传来 怎么回事 吵吵嚷嚷的 二人顿时瞪大了双眼 姐姐倾城的美貌 堪称绝世美人 说她是纯玉天花板都不微波 尼尔斯微微皱眉 有客人来了 之后摆上了茶具 三人面面相去谁也没开口 表面淡定的尼尔斯 实则慌的直发狗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谎称体恤不适合见人 每天在家里 一来伸手饭来张口 所有和外人来往的活 都交给了哈维尔 最终导致社交能力 几乎完全为零了 谁来救救她 一旁的女孩陷入了自卑 有这么漂亮的姐姐 难怪哈维尔 对村里的少女们无动迷衷 尼尔斯率先开口 两位今天过来 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女孩却极其没礼貌地回答 我没想到哈维尔的姐姐 是这样的 你们长得一点也不像了 尼尔斯并没有生气 而是坦白 他们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只不过同事扑二 在这乱世里相互取暖罢了 女孩的心情更低落了 见她脸色不好 哈维尔询问怎么了 她敢忙白白手说没事 只是有点饿了而已 得到关心的女孩 内心暗暗窃喜 怎料听后姐姐就要下厨 哈维尔小声提醒 你确定要自己来吗 你又没下过厨 尼尔斯回怼过去 我难道没给你做过饭吗 不过回忆了这六年间 她好像确实没有 哈维尔撸起袖子 还是我来吧 这些家务都是我在做 你别不当心伤到自己 尼尔斯表示这次不一样 你第一次带朋友到家里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丢脸的 交给我吧 哈维尔点了点头 这让尼尔斯更信心十足 看我今天给你们露一手 结果三个小时后 黑暗料理出锅了 尼尔斯满脸飞现 两人尴尬的捧笑 外表不重要 味道才是第一位 谁知刚毅静足 三人的反应几乎一致 难吃得简直无法下咽 外面浇了里面还没熟 尼尔斯也不得不承认 果然用变形皱做草莓 还是太勉强 一股子泥土味 却只有哈维尔评价不错 奶油打得很好 烤得时间长了会有一股焦香 我很喜欢 女孩静静地看着一切 看着哈维尔宠密地 给姐姐擦掉脸上的奶油 之后好似释怀地笑了 却不知一旁的男孩 目光所至揭示他 到了黄昏 哈维尔提醒姐姐该去睡觉了 尼尔斯邀请二人 今晚就住在这里 把这里当做自己家就可以了 如果不介意的话 你们也可以跟哈维尔一样 叫我姐姐 听后哈维尔顿住了动作 等姐姐走后 二人打算叫叫看 怎料刚开口说一个字 哈维尔就警告不行 不可以哦 那是我的姐姐 语气中还夹杂着一丝威胁 为二人铺好床后 哈维尔笑着离开了房间 晚安明天见 直到听见关门声 他们才敢长松口气 以后绝不能惹哈维尔生气 解控太可怕了 女孩扑通一声躺在床上 第一次在外流宿兴奋得不得了 他提议半夜溜出去探险 现在去的话 说不定能找到食人藤 很久以前 孙子里有一个跟你同名 也叫拉姆的少年 一天他照常上山打猎 意外发现一只被藤蔓缠绕 动弹不得的兔子 拉姆走进去想要抓住 怎料那藤蔓突然朝他醒来 可怜的拉姆就这样被藤蔓淹没 逐渐消失在草丛里 几天后村里人上山搜索 却到处都找不到人影 就在这时村民发现 藤蔓从上不知何时 开出了美丽的花笛 最终找到了 可怜的被吸干了的拉姆 是好大的一张人皮 这一幕瞬间给男孩吓丢了魂 女孩绕过了他 刚想聊点别的 却发现他被吓昏绝了 女孩渐渐深夜一梦 一想起那个画面就抑制不住难过 失恋的第一个夜晚了 睡不着的他决定出来转转 却无意间踩到了一朵花 低头一看才发觉奇怪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花女 抬头一看 爬向阳台的梯子上布满了藤蔓 虽然很害怕 但听到姐姐的声音后 女孩小心地爬了上去 魔杖告诉尼尔斯 哈维尔的天赋技能只能用在人体上 如果再没有魔力注入的话 不出三天他就会死 可如果注入尼尔斯的魔力 他现在就会死 会为周遭的一切带来灾难 这就是属于魔女的诅咒 突然传来吱哑一声 他立刻施展魔法警惕 怎料女孩开窗后 竟看到不可思议的画面 姐姐如珍珠般的泪水从脸颊滑落 被美丽的藤望花缠绕 却无任何杀意 这么晚了你怎么出来了 艾米丽娜还管她是不是魔女 只觉得姐姐好美 立马凑上前握手给天 这就是魔法吗 全世界都在通缉红发魔女 她却开始摆烂养了猪十人藤 不仅能对话还能当闺蜜 无论泡茶洗衣做饭都一手包办 小姑娘非但不害怕 还想上手摸 十人藤害羞地缩回去 米尔斯表示这孩子胆小 再过几天就会哭死 因为她的魔力很特别 使用在生物身上 会造成强烈的排斥 最终导致死亡 本来只是遇到一颗冰死的种子 随手灌注了一些魔法精神 没想到真的养大了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继续灌注她的魔力 只会加快哭死 艾米丽自告奋勇 请叫我魔法吧老师 清晨一早 拉姆才从昏迷中醒来 二人只觉得阳台有点吵 谁知声音越来越近 轮砰的一声打开 艾米丽从百草原追到三位书屋 吓得魔女都捧女 只见她从高台一跃而下 见状哈维尔立刻上前 好在及时接住了尼尔斯 紧接着把她护在身后 发生什么了 艾米丽慢慢下来 讲清楚事情原委 气得拉姆直接一个电跑 人家不想教就是不想教 别老给别人添麻烦 哈维尔第一次违抗姐姐 没什么不好吧 如果能救活那株疼万能 姐姐就会开心吧 摆出衣服只要能让姐姐开心 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表情 还是说姐姐有什么顾虑呢 这让尼尔斯彻底招架不足 在永生计划中 尼尔斯也曾经教导过一个徒弟 可最后对方却因她而惨死 会为周遭的一切带来灾难 这就是属于魔女的诅咒 不过话说回来 过去的事是尼尔斯的遭遇 她只是个普通穿越者 有什么好心理阴影的 对啊 干我屁事 或许这反而能帮她摆脱阴影 好吧 我教你们魔法 从明天开始 你们三个一起来上我的魔法课 但是一定要服从我的指挥 明白了吗 爱世界最强红发魔女为师 首先必须要绕布公跑十圈 然后挥剑9999次 只要在沙漏道完之前结束 就能得到秦始皇梦寐以求的长生不饶水 哈维尔明知朋友们被戏幕 虽但不生气还想着讨好 我相信姐姐肯定最终是为了他们好 昨天夜里 她透过门缝看到 姐姐应快哭死的诗人疼而抽气 原本要开门的那只手 只好默默收回手在门外 尼尔斯决定从最简单的变形咒交起 一人给他们一根树枝代替魔杖 手握大宋的拉姆劝他们知足吧 听尼尔斯要为他们示范 哈维尔赶忙趴在姐姐耳边提醒 直接使用魔法的话 不会有暴露身份的危险吗 尼尔斯表示无碍 她心情好事跟普通魔法是一样 她缓缓凝唱咒语 手中的魔杖舞动起来 不开窍的拉姆觉得什么都没发生 怎料下一秒凤凰凭空出现 尼尔斯解释她在麻雀身上施加了变形咒 哈维尔怀疑 姐姐眼中的普通法师已经是世界级了吧 艾米莉自告奋勇要试试 用魔杖对准了麻雀 然后自信满满地吟唱着咒语 但是在睁眼看也没什么变化呀 尼尔斯和哈维尔同时指向她的身后 只见拉姆的脑袋被她变成了大南瓜 气得南瓜用大葱抽她 你别跑快给我变回来 艾米莉紧急施法 结果却把她变成了狠子 通报猪头肉 尼尔斯忍不住笑出声 看着姐姐被逗落的笑容 她的嘴角也不自觉生扬 期间二人不断练习魔法 不是茶杯熊 就是平底锅小鸡 大象这辈子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巢 尼尔斯则是负责叛分 拉姆最后把小鸟变成了牵纸鹤 能够变出死物的外形 她给出57分 而艾米莉除了准度还稍微有些欠缺以外 基本已经掌握了变形咒的精髓 87分已经算得上天资卓越了 女孩还在可惜不能变出指定动物 这时拉姆提议 让哈维尔做个示范 尼尔斯立马提起兴趣 有好戏看了 作为重解狂魔怎么能拒绝了 她缓缓念出咒语 魔法符文环绕周身 连带着风都因她而动 魔力顺着魔杖倾泻而出 麻雀紧张地愣在原地 谁知一道风吹过 小麻雀蹦跶跶跶跶走远了 合着就只是恰好刮了一阵风 一旁的尼尔斯忍住不笑 二人小声讨论不该以貌群 毕竟哈维尔就长了一张 看上去会成功的脸 搞得当事人十分难为情 逼不住笑的尼尔斯 趴在草坪上笑疯了 哈维尔不行的 他肯定做不到 艾米莉认为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完事也有开窍的一天 遇到差声就放弃 你不配为人试表 尼尔斯感慨现在的小孩 可真是没有礼数 要好好教导一下呢 魔法瞬间从他的指尖动杂 多推哈维尔即使出现阻挡 尼尔斯很快道歉 不过你看 答案不久在你手上吗 优秀的剑术天赋 卓越的战术本能 而天生的治愈术 可以用来强健你的体魄 帮你救助弱者 你是一名圣殿骑士 出生开始既是如此 不需要为了学不会魔法而焦虑 总有一天你会离开我圣殿 去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骑士 到时候可别忘了报答我呀 臭小子 哈维尔一句话没说 而是转身失望地离开 他把前世仇敌养成金毛中卷 除了白气黑男主早就知道 他是红发模拟 听到姐姐说他们早晚会有分开的一天 哈维尔落幕地离开 夜以继续地练习不擅长的魔法 时钝的尼尔斯还以为他是热衷魔法 只有拉姆心灵尽事 哈维尔的执着 是这件事关系到他在乎的某人 见尼尔斯依旧不开窍 他只好举个例子 艾米丽 你是为了什么学习魔法 当事人回答因为狠毒 他就不该问他 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进步的动机各有不同 有的人是为了名利 有的人是为了信仰 但在我看来哈维尔两者都不是 他之所以想要在魔法上有所建树 仅仅只是为了能够和你拥有共同的目标罢 魔法师与骑士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倘若他真的离开这里去学习建树 再见的时候 你们还会是现在这种关系吗 两位待女同时感慨这小子情商好高 二人思考要怎么做才能让哈维尔振作起来 尼尔斯灵光一现 他有个好主意 三人为一起小生密谋 第二天 他带领所有人去森林深处学习攻击魔法 刚好就来了一群狼 被狼群虎视眈眈眈盯盯着的尼尔斯 吓得哀哑一声 我们不小心闯入了魔狼的地盘 大家快站到我身后 只见他念出咒语向前攻击 等魔狼扑过来时 一个做做的掉下魔杖 下一秒鲜血直流 哈维尔及时的举起剑反杀 第一时间回头关心姐姐是否安好 尼尔斯有模有样的开口 在这种环境下我根本来不及念咒 这样下去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我活到现在还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危机 二人吐槽他好碍眼 那是半跪在地 拜托了 可以帮我拖延一点时间吗 拙劣的演技 却把哈维尔迷成了大智障 他偷笑一声 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 越往深处走 二人杀敌越默契 一路越急杀怪横扫一切 魔狼被他们彻底端了窝 成为他们不为中的一环 两小只同时点头 哈维尔太厉害了 世界第一件 不愧是你 尼尔斯也凑上来 真是太惊险了 如果不是哈维尔在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果然你就是我身边 不可或缺的力量啊 当事人迟迟没有反 拉姆觉得行不通 毕竟哈维尔一向 都很成熟稳重 话才说一半 就见哈维尔脸蛋 吻覆布的 硬是让拉姆 撤回了稳重二子 真的吗 我帮到姐姐的忙了吗 尼尔斯点点头 那你把刚刚的话 再说一遍 曾喜欢哈维尔的爱米莉 破灭了 恋爱脑男人不能要 拉姆作为情感大师 早就看透了 这算是独属于 他们两个的情趣 哈维尔不断 跟姐姐说还要听 尼尔斯休到求饶 几人回到木屋 爱米莉念着 治愈咒语 只见快扑死的诗人疼 慢慢地恢复了生机 她兴奋地高举魔障 尼尔斯没想到 居然真的有效果 得益于爱米莉的资质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积攒到足够的魔力 虽然目前还只能 一定程度上 延缓她的衰败 但这条路子是行得通的 那时候的自己 为何会笃定 已经没有办法了 隐居的这段日子 似乎让自己的思维也停止 不敢向前踏出一步了吗 爱米莉激动地叫唤冷尸 我们给她取个名字吧 你之前说 因为怕离别时伤感 所以没有给她取名字 但现在不一样了 老师的烦恼 就交给我来解决吧 叫什么好了 求求吧 看着他们欢快的模样 尼尔斯不禁想起了前世 自己那可怜的 因自己而死的徒儿 爱米莉最终决定叫她温定 她捂着隐隐作痛的胸口 你们商量吧 我先回去换衣服 二人都察觉出 老师貌似不舒服 便不再上前打扰 魔杖再次出现 你看上去很喜欢那个女孩 她一口否认 我作为老师照顾 她是理所应当的 魔杖戳中她的短处 普通人范围的天素在高 终究和真正的天才有所差的 也许她现在还沉浸在 魔法学习的喜悦之中 可总有一天会发现 你们之间有着 无法跨越的鸿沟 就像是当年的米卡尔一样 那个在她梦中多次出现 总是顶着一身血污的女孩 全是尼尔斯最初 也是最后教导的徒弟 小说里关于他们的故事 仅有寥寥数语 即便如此 她也能够感受得到 尼尔斯面对她时 流露出来的温柔效应 可就是这样的关系 她最终却死在了尼尔斯手上 就算她不断提醒自己 他们不是同一个人 那种害怕失去的恐慌感 依然会不时涌上心痛 明明是自己想要踏出这一步 结果还是被情绪所支配了 我果然不是和与人 建立这种亲密关系 就在这时外面传出声响 拉开窗帘一看 哈维尔居然倒挂在树枝上 不是说了不要从窗户进我房间吗 哈维尔笑道 可是从正门进 你又会把门锁上吗 他邀请姐姐去镇上一起看看 尼尔斯表示抗拒 我就是喜欢待在家里 我不喜欢见人 为什么你总是要劝我出门呢 哈维尔思考一番 因为春天要来了呀 那副期待又温柔的危险 像是在说我会如阳光一般 永远伴你左右 红发魔女时隔六年重获自由 却被从小养大的前世仇敌拴了一辈子 发现自己已经不再被通缉 尼尔斯咧嘴一笑 终于能痛快地活了 哈维尔递给姐姐一串糖葫芦 他回身咬了一小口 瞬间就被迷惑了心智 俩徒弟还在吐槽 犯人只是偷了三个面包 这也要挂通缉令吗 教廷倒台后 大家都以为城里的治安要完蛋了 没想到换了新手领后日子反而越来越好 曾把教廷倒毁得真凶苦涩地笑了 几人刚出现在街上 就被一群视线包围 姐弟俩站在一起直接美化整条街 徒弟俩拾去得快不走 哈维尔拽着姐姐赶忙念 四人品尝完美食后 一起去魔法工坊采购 拿到美少女变身魔法棒的尼尔斯一场兴奋 像是触发了机关式的不断摆PASS 此时哈维尔轻咳两声 穿着一套新衣闪亮灯场 尼尔斯掏出黑卡果断买下 紧接着又前往下一家 拉姆问他真的不来一下吗 老师都快把这条街给买空了 哈维尔表示没关系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这些年特地存了一笔 可以随便挥霍的钱 他开心笔什么都重要 师徒俩看地图的功夫 就被人猛的撞了下 对方还嚣张地警告他走路小心点 什么人啊 明明是他先走过来撞我的 艾米莉突然察觉到 他的钱袋子不见了 火速把一大堆东西交给师傅 给我站住你这个小偷 居然偷我的钱 正好拿你来寄我的心魔掌 男人吓得直后腿 他默念出咒语 炽热的火魔法向离弦剑般射出 受死吧 突然传来警告声 检测到攻击一图 砰的一声攻击被阻挡 被反弹的艾米莉摔倒在地 周身被一个金色牢笼困住 拉姆赶忙上前查看情况 本料被尼尔斯拦下 他看向小偷逃跑的方向 小偷被来人堵住了去路 乔治摩尔37岁 家住贝姆大街19号 现已盗窃罪为由逮捕你 至于你 奇怪 女人并没有查询到艾米莉的个人信息 外乡人的话 跟我们走一趟吧 尼尔斯打断对方 艾米莉犯了什么错 你们有什么理由带走他 女人嫌麻烦地揉了揉脑袋 看到了吗 这是海姆达尔光明会的标志 在这个国家 只有佩戴这枚勋章的人 才有资格使用武力 你的同伴刚刚使用魔法攻击这名男子 根据律法我们将以动用私刑罪逮捕你们 另一个男人站出来 如果反抗的话将会视为同犯 您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尼尔斯缓缓抬起手 是吗 下一秒金色牢笼瞬间被破裂 如果我妄动了 你们又能做什么呢 居然强行震碎了禁锢装置 如果没有事先了解过他的魔法回路 就只可能通过注入超载量的魔力破解 他刚提醒旁边的男人要小心 就见男人单膝跪在尼尔斯裙摆之下 强大又美丽的女士啊 我已经为你的实力而深深着迷 可以请利用你那强而有力的脚 狠狠地踹在我脸上吗 哈维尔拔剑一跃而起 奇料那一剑被男人用手臂割挡 哈维尔再次发起攻势 男人收回一脸花痴 迅速一动身体退下 举了举手笑道 看来你已经有别的狗了 女人上前训斥 奥利弗 我说了多少遍 不许在执勤的时候发起 男人用治愈能力将伤口愈合 尼尔斯仔细观察 这个男人和哈维尔一样是圣骑士 艾米丽抓住拉姆的胳膊 怎么办 他们这是要打起来了吗 女人时刻警惕着尼尔斯的下一步动作 红发魔女只需略微出手 圣骑士就情愿做他舔狗 不知他已经有别的狗了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尼尔斯虽不想暴露身份 但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徒弟被带走 出手的瞬间 被突然闹出来的拉姆紧急叫停 女人警告普通市民请不要靠近 可这街道就这么大点了 刀剑无眼 伤着一两个无辜百姓也不是不可能 二位在这里的目的 是为了惩罚有错之人 不是为了扩大伤害 要是能够和平解决 何乐而不为呢 没想到拉姆还有这种天赋 艾米利赶忙附和着道歉 拜托不要抓他去坐牢 眼下这种情况只能如此 念他年纪上小起不知情 不坐牢可以 但得去趟总部接受指导 而且你们所有人都要去 尼尔斯自然是乐意的 他本就对这个海姆达尔光明会在意 为首的这两人并非等闲之辈 放在前世的教体 都有大队长级别的实力 尤其是那个圣骑士 刚刚应接哈维尔那一下 纯粹就是为了测试他 在民众之间也十分有影响力 这样的组织究竟是由谁建立的 还有那个能禁锢人的魔法装置 小说中未曾介绍 制作他的人又会是谁呢 尼尔斯摧毁教廷所产生的蝴蝶效应越来越大 将来会发生什么已经不是他可以预知的了 他需要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情报 很快来到光明会的基地 这里是过去教廷的基地改造而成的 乔治摩尔偷盗冠犯安律法官三个月 工作人员斥责他违背誓约 亏自己还相信他改过自信了 男人抱怨不是他不想好好工作 有前科的人不但没有人愿意雇他 甚至还会遭到一顿羞辱 母亲的并不能再拖了 最终还是只能干回老本行 正当男人以为这些高高在上的人 不会管他死活 执行官却为他安排了一堆衣绣花课程 然后将他的母亲送到救治处进行治疗 这三个月他就好好改造学习 如此人性化的处理 岂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实名登记刚上线两个月 艾米利和拉姆如实地提供个人信息 轮到尼尔斯这里 哈维尔站出来冤谎 我们是姐弟 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是土生土长的青石村居民 登记好后 拉姆不理解他为何隐瞒事实 万一露线了可是会被判欺瞒罪的 哈维尔不以为人 人口登记这么大的工作量 如果一一何时起步是要累死 我只是不希望被缠上 太过老实的下场你也看到了 小姑娘被追问的脑袋崩现 你也别太认真了 这个就当做我们之间的秘密吧 最后好说胆说 艾米利总算是脱身了 有那么一瞬间他都开始怀疑 老爸是不是什么漏网的通缉犯了 工作人员捧来一摞子书 这些全部都要背下来 左边是最新版的国家法规 右边是海姆达尔光明会的发展史 至于那些是奥利福自传 烧茶喝就行 不过那样厉害的盛其事 在尼尔斯面前也只是小财 女人确定他起码是个高件魔法师 光明会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包容性强 大家来自各个地区的各个阶层 却从不互相歧视仇恨 也正因如此这里聚集了不少奇人异事 他还是很喜欢这里的 尼尔斯判断的果然没错 这个组织的建立还真是自己摧毁教廷后所产生的连锁反应 教廷和魔女一战后 誓死追随过去的老教皇的顽固派逐渐销声匿迹 而革新派则纷纷加入了光明会 目前领导人分别为首领布莱特 骑士队长奥利福 突然一嗓子打断了思绪 体罚儿童要拘留五天 包括不给饭吃和语言冷暴力 真希望妈妈来看看这个 乐意损坏他人财务将出以半年以上的改造 这么一算拉姆的妹妹起码要蹲两年 下一粒沙子的类型 无论罪则大小 一律要求严格执法 要是被他知道我们上次放了你们 一定会被严惩 可现在还在组织发展的初期 扶法和执法都需要人手 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提议 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 加入海姆达尔光明会 摧毁教廷的红发魔女尖松归来 用心生的一辈子弥补前世仇敌 殊不知哈维尔早已被势力盯上 指挥官邀请米尔斯来工作 被当场拒绝后却无所屌位 反而气得艾米利当场炸锚 从为公务员能合法使用攻击魔索 不是很好吗 女人画风一转 指着小金毛 其实我们这次最想招募的 是那个孩子 之前奥利弗刻意接下哈维尔一剑 只是为了测试他的战斗天赋 发现他是个不错的苗子 奥利弗提醒他别放头 要拒绝的话 你直接跟奥利弗本人说吧 我不过是个传话的而已 不如去看看 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秋高气爽树烧上金黄的叶片随风起舞 演武场内刀剑像处的风鸣声不绝于二 士兵们一朝一世你来我往 训练有素模样竟显名资 正认真观摩的奥利弗被来人叫做 我把你点名要的人带来了 奥利弗兴奋得两眼放光 我从刚刚就一直在等你 美丽的女士 静止飞扑到魔女姐姐面前含情默默 女人立马赏她一个死亡 哈维尔如临大敌 瞬间闪现叨叨姐姐跟前 奥利弗颤颤巍巍地爬起身 怎么样少年 有没有兴趣加入海姆达尔 哈维尔秒句 这样的变态压根没有能力教导自己 奥利弗决定与其鄙视一番 我可以让你一只手 那不懈的眼神 让小金毛眼神一领 当即把好架势让这个变态尝苦头 小伙伴们高呼着给哈维尔加油助威 只有姐姐沉默不语 好似已经看透了这场战斗的天平将倾向满端 哈维尔猛地蹬地暴射而出 挥剑的速度快得难以用肉眼笔拙 可奥利弗竟能将之近数化解 这时哈维尔的身形如鬼魅般凭空消失 此一息便闪现至上空正欲偷袭 奥利弗嘴角一扬 非常好的判断 旋即在姐姐与小伙伴们震惊的目光中 只略微扭动身形便轻易躲过了这一箭 哈维尔正错恶时 剑剑已然抵在喉间 基本功还是太差了 一针剑血地指出了哈维尔目前剑术的优缺点 不过经过这次比试他也清楚地意识到 哈维尔有着对精进剑术如鸡四可的求知欲 超越自己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小金毛试探性地询问姐姐 我可以留在这里学习剑术吗 不想姐姐一口回举 我不同意 这里那么远 一来一回每天要花多少时间 那家里怎么办 难道你要把家事都留给我吗 我拜托你做事情之前考虑一下别人好不好 姐姐的训话让哈维尔小脑袋逐渐打拉下去 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 尼尔斯扑斥一笑 罩着他的小脑袋就是一谈 笨蛋 什么都听我的 那你自身的意愿在哪里吗 听好了 哈维尔 你从来不欠我什么 你有权利为你自己的人生做决定 如果我是那种会为了自己方便 却无视你未来的人 那我就不值得你付出 明白吗 他温柔地抚摸着哈维尔的头 告诉他想做就大胆去做 自己会好好地在家等他 姐姐的笑同暖阳般灿烂比星辰更耀眼 在这秋日之中恰如骨暖流 浇灌进了小金毛的心田 哈维尔微微低下泛红的脸颊 心里嘀咕着 姐姐 太犯规了吧